smokita 宣鸭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 乔林日志 1 2 3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 我们今天乔林日来到新加坡的TaiSing MRT MRT出来C号出口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间百货公司叫做TaiSing18 那我们今天是要去这边的1楼33号店 它是一间日本料理 那走 我们Let's go 好 玩玩 MRT出来之后它是Basement 所以Basement出来你上手扶梯 就来到1楼 1楼出了这个玻璃门之后呢 你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广场 给大家看哦 这样的一个广场 这一广场很大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台湾很知名的天好运餐厅 在台北火车上有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吃日本拉面这一家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了 .* 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可邪一下 优优独播放 ! 我们今天来这间日本料理店 这间日本料理叫做天山羊 天山羊 中文翻译叫做金山屋 那我们今天来点这间拉面 我们上一次有放一个拉面的影片 是我们去猪肉 Shiki Hototokisu的拉面店 它是米其林一星等级 那这个它本身没有得奖 那我们是看到一个叫做 Chinese Reward它的APP过来的 那我们今天会点两个拉面 一个是烧肉拉面 然后一个是薰鸭 Smokey Dog的拉面 那我们是留在这边点 那搭配这个APP的话是one for one 然后它one for one的话是Alaga Alaga在新加坡就是单点的意思 那你如果要再加Astra的话 就是另外再加 它有ABCC不同的C 那是你额外再加4.9毛钱 那我们今天两个套餐 都是加4.9毛钱 那它这个套餐加4.9毛钱的话会有一个水 然后是汽水类的 对那你可以选可乐雪碧 然后还有一个茶碗蒸 这是水果跟小的一个寿司 好它的setA是这样 它会有一个汽水 然后一个茶碗蒸 这个是茶碗蒸 对 很漂亮的茶碗蒸 然后会给西瓜 然后还有给一个寿司 这寿司一个人一个 所以我们两个人它给两个 所以这个等一下是要share的 我本身是很爱吃茶碗真的 这个是鱼板 里面有鱼板的料 嗯 嗯 還有香菇 我覺得它的茶碗蒸有點淡 它裡面水加太多了 我會再加醬油 這是醬油 再加一點醬油給煮 然後這個是糖心粉 然後再加一點點糖心粉 日本餐廳都會有糖心粉 很清醬油 然後再吃吃看 這樣味道就還可以 它原本的茶碗蒸是沒有味道 然後焯水 茶碗蒸的部分我只給3分 是算蠻低分 以日式餐廳來講 這個水酒還不夠 它的壽司 要吃囉 它上面還有擠這個耶 美乃滋 它是壽司飯 然後再包裹海苔 然後再加一些麵粉類的東西 然後再下去炸 所以它外面是酥酥酥酥的感覺 然後有炸過的口感 然後中間還有一小塊這個 小壽司吃完呢 不知道小壽司的部分 1到10分我大概可以給7.5分 對它口感還不錯 然後有一點就是炸的那種焦香焦香的感覺 然後它的飯是很軟 然後還有較勁 然後這點還不錯 7.5分 OK 我的smokita 熏鴨來了 它裡面有三片這樣的熏鴨 然後螳心蛋是一整顆 然後它切一半 不過它的蛋黃有點碎掉 然後它的胡蘿蔔呢 是胡蘿蔔絲 是Dry的胡蘿蔔絲 還有一些海帶芽 然後跟燙青菜 蔥花 青花看到嗎 它湯算濃郁 不過喝得出應該是大骨還是骨粉下去濃 跟上次那家比起來 它有一點偏淡 濃郁感偏低一點 然後它的海帶芽還不錯吃 螳心蛋咕嚕咕嚕的 嗯 我本家喜歡它的海帶芽 它這個芽有鴨皮在裡面喔 很有爛性 然後再吃一口它的麵 這樣整體來講我大概會給8分 好這個是我朋友點的燒肉 對 它燒肉外面有點焦焦的 感覺是烘烤過的 然後它的配料一樣 胡蘿蔔絲海帶啊 青菜跟糖心蛋跟蔥花 那我朋友有先撒一些五辛粉上面 我這邊跟我朋友交換一塊燒肉 然後吃給大家看看 這邊 它味道很香 它外面烤過的那個地方啊 偏硬 然後中間是軟的 它這個大概 蠻入味的喔 應該有兩三個小時以上 的入味 然後旁邊還有就是肥肉的部分 肥肉的部分其實很加分耶 這個肥肉部分 光這個肉啊我會給8點5到9分 然後它其實它的湯 的湯比是一樣的 然後現在是中午吃飯時間 現在是12點整 然後因為現在是Virus期間 給大家看一下 這間店 這間店只有我跟我朋友兩個人 然後還有他們的店也一樣 其實這樣很容易包場 這間店它的日本氣氛是蠻不錯的 然後它的裝潢啊 它的畫都還蠻有日本味的 這間店也推薦給大家看 所以它這個算蠻 平價大概13塊至16塊之間 這樣一個套餐 然後它水準其實沒有到米其林那麼的高 不過還是可以跟朋友聚會的一個很推薦的一個地方 對然後這樣給大家做參考囉 對然後這樣給大家做參考囉 好我們現在吃飯吃完了 我們餐廳在正前面 對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們是吃兩個拉麵菜嘛 它拉麵菜是13塊8 然後因為one for one的關係扣掉 然後我們有加A菜套餐 所以是加4塊9 兩個4塊9 然後它有charge service charge是3.74 然後還有加7%的GSD 1.91 所以我們現在兩個人呢 是29.25 18 10% 對地址跟電話在這邊給大家做參考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也一定想知道的話也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如果 자꾸訂閱按讚按讚按讚什麼 小鈴鐺